2018年暑期档有这样一部特殊的电影 它改编自白血病患者录影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迹 凭借过用的质量和极高的完成度 一举拿下了31亿票房 力压群行成为了2018年度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 凭借此片新锐导演文木也拿下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 也给彼时尚处于迷茫状态的王传军拿下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 自此一季绝尘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逆转 更重要的是重视这部影片的出现 引发了全社会对高价抗癌药的关注 最终推动了医药相关立法的修正 以及将多种抗癌药纳入医保的进程 把17种临床急需疗效好的抗癌药纳入了医保范围 这些抗癌药的平均降价都达到了56.7% 他就是我不是药神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 我将结合时代背景以及台前幕后的冷热知识 从故事框架人物画像镜头运映 以及细节隐喻等多个方面 对我不是药神进行综合拆解 但你重新认识这部影片 点个赞投个币 下一期正加紧制作 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 影片最开始扮着一首标志性的印度歌 将我们展示了重影的印度山油店的各类产品摆设 我不知道大家在初次观影时 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 它的名字叫燃烧的爱火 出自2000年的印度电影《真爱影存》 也算是最早一批流传到国内爆火的印度神曲 估计在座会有很多人在小时候就听过这首歌 导演之所以在影片开头使用了这一首歌曲 其一是配合着印度神油店 极富地狱风情的内部装饰 以最直接快速的方式 让观众代入并认识到主角成影的角色定位 一个卖印度货的外贸商人 这也是为什么开篇内景展示的最后一个镜头 导演给到了墙上重影和三个印度人的合影 就是为了树立起重影的商人形象 为后续去印度做铺垫 其二是 用这一首十分欢快的印度神曲 为影片确立总体基调 整部影片以散火范围分解点 将整个故事划分为了前后两个大阶段 前半段虽对白血病患者的悲惨遭遇有所提及 但整体还是走上坡路的挥斜欢快路线 直到散火范以后 影片才开始急转直下 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悲剧路线 影片最开始的印度神曲 就是在为前半段确立总体基调 之后字幕出现 告知观众 此时是2002年的上海 戈壁开宾馆的大爷过来找重影 说是房灯催他交房租 重影说生意难做没钱了 这个好办 现在恰逢拼多多推出了国产美食专场 专门补贴国产美食 准备了一大批国产品牌的新品 给大家做试吃体验 像白象家的这款拌面 就有一元强整箱的现实活动 各种口味都有 韩式火鸡麻辣小龙虾 焦麻鸡丝 九种口味 想吃哪整就吃哪整 面条筋道 口味十足 很适合囤在家里或宿舍里吃 我这边也先蹲点试了试 吃了几次后终于包邮送到家了 好东西不能独享 我给大家也终取到了一批粉丝福利 优先抢名额 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 除了白象方便便 专场不定期还会放出 整箱海底捞螺丝粉酸辣粉的试试体验 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点链接试试看吧 说回电影 之后导演用几句很露骨的台词 既说明了成影生意不佳的原因 也点了点此时的时代背景 宾馆大业提到的伟哥这个名字 我想大家甭管是见没见过 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 1991年某家计划研究 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的 国际医药巨头 开发出了一种新药 西蒂纳菲 在临床实验中 这家公司意外发现 该药品虽然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 表现不佳 但却具有使男性一助晴天 且持久的功效 别看施工一百多岁 每天早上起来一助晴天 当时前来试药的老少爷们们 在惊奇的发现这一功效后 甚至都拒绝上交多余的药物 想要带回家接着用 在经历了几年的开发和临床实验之后 1998年3月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了西蒂纳菲上市 并将其命名为伟哥 这家制作出了蓝色小药丸的医药巨头 我想经历了疫情时代的在座各位 应该是无人不知 它就是辉瑞公司 仅在第一年 伟哥的销售额就突破10亿美元 创下了世界医药室的记录 2000年7月 伟哥正式进入中国 同样也是在国内掀起了一波热潮 华语音乐教父李增胜 在当时甚至还把伟哥 写进了自己的歌中 回到电影本身 2002年的上海 也正是伟哥在国内比较风靡的时候 大家纷纷把视线转向了蓝色小药丸 对比之下 效果不佳的印度神游 也便再也无人问津 这也是为什么重影在开头会说 镜头一转 重影来到了一家 名为上海真美好的养老院 来看望自己瘫痪在床的亲爹 这一段戏 也点出了重影 目前遭遇的两个困境 瘫痪在床 等着花钱的亲爹 和离婚要带孩子走的前妻 之后重影去前台交钱 这里大家看起来十分眼熟的前台大哥 是疯狂的石头李 道哥的小弟之一 小军 演员本人也叫岳小军 是宁浩的御英编剧之一 像是疯狂的石头 疯狂的赛车 黄金大吉案的剧本 都由岳小军参与编写 镜头一转 重影与儿子见面 两人先是去搓了澡 而后去了餐馆吃饭 在这里徐中贡献了一段极其细腻的表演 爸 嗯 你怎么不让你后爸买的 不想让他买 拿着 谢谢爸 不要浪费知道吗 儿子抛猪话差 说是想买双球鞋 重影先是无所谓的回了一句多少钱 在孩子说出价格之后 重影先是把目光汇聚到儿子身上 而后眉头一皱 脸色一沉 嘴角一提 面露星光 下一秒好像就要脱口而出 200多亿双鞋 你个败家玩意儿 结果重影看了孩子一眼 压制住了内心的怒火 转而目的性极强的试探着问了孩子一句 等听到了自己心中满意的答复才掩饰不住的笑了出来 因为这句话在成影看来代表孩子还是站在自己这一边 把自己当成唯一的爹 但下一秒掏钱的时候却又是满脸的忧愁 极其不情愿的看了孩子一眼才下决心掏出了钱 因为孩子已经表态了 自己今天要是不掏出这个钱 那孩子心中亲爹这个位置还保不保得住 就不好说了 成影掏出了钱 孩子说了声谢霸 成影听着这个霸字 还不忘摆出父亲的架子 教育起孩子 这一段情节 徐中的表演极其细腻且从此丰富 生动的表现出了一个中年父亲的压抑与困境 朋友们 2002年的26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 2002年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 咱就别说是2002年了 你就是放到20年后的现在 我自己买一双260块钱的鞋 我都得犹豫个半天 其实这里也反映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成影与儿子之间的鸿沟已经存在了 在此前父子挫倒的戏份中 有一小段戏可能大家看的不知所以 这里表面上是想说孩子长大了 但实质上是想说孩子在父母离婚之后 跟了妈走 融入了亲妈后爸的新生活之后 两人思想上所产生的差异 从之后小孩能波澜不经 稀松平常的说出想要一双260块钱的鞋 到亲妈跟成影谈判时 张口闭口用钱打发成影 让他不要纠缠 再到准备带着孩子移民国外 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孩子的后爸极其富有 孩子的新生活已经是与上流社会接轨了 家里的鞋柜别说是260块钱的鞋 就是860的鞋都多的是 孩子自然会觉得跟亲爹要一双260块钱的鞋 不是什么大事 除去物质层面相比于曾经的生活 孩子在思想上自然而然也会接触到 更多先进的思想进步的理念 就比如性教育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孩子在洗澡时会捂住私密部位 不是说他嫌弃成硬 而是他在新生活中所接受的先进的教育 告知他要这么做 而在成影这样一个操人眼里 这种行为是令人震惊的 父子之间没那么多讲究 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压根就没有性教育的概念 这不只是成影个人的问题 而是直至今日中国大多数传统家庭中 依旧所缺乏的教育理念的问题 父与子之间由于贫富差距所产生的这一道鸿沟 也已经注定了成影自己家庭的结局 此后的两场戏分别是成影与前妻关于儿子抚养权的交涉 以及成影在警局差点被前妻的警察弟弟暴揍 这两个片段都说明了一件事 成影是一个极其传统极其典型的中年失忆老男人的形象 自私自立大男子主义常年家暴以及最最突出的欺软怕硬波里横 碰上自己老婆和文明的律师就耀武扬威 碰上真能打真敢打惹不起的硬茬就蜷缩在一旁 大气都不敢喘 其中在这两段差异巨大的戏份中 非常精确地演绎出了一个土生土长的传统的中年失忆老男人的形象 尤其是周一为饰演的曹警官发现完怒狠狠地盯着成影离开之后 四周一片狼藉没人看得见他 也没人在乎他的存在 成影站在角落不知所措的样子 像极了那个只敢在弟弟面前一种气势 却只能跪倒在村坝脚下的树先生一般 在这一刻两个角色产生了无声的共鸣 碍于时长的缘故 今天咱就先讲到这儿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 王传军饰演的吕兽义将与重颖实现命运般的相遇 重颖也将在重重困境的推动下 踏上前往印度的航班 五人卖药小分队也将出具出行 吕兽义第一出的橘子有何深意 王传军和徐忠又会贡献出怎样惊艳的演技 大家不要忘记点赞投币来个转发 留下一个免费的弹幕 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是希望不多脑洞不小的秀态 关注我 粉未完待续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